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松下姓之柱于1894年11月27日出生在河戈山县的海草郡河祖村 这里依山傍水 因为他们家的房子在一棵树林几百年的松树下 所以取名为松下 父亲的名字叫松下镇南 松下姓之柱是家里八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 备受父母的宠案 松下家在村里算是一个富裕的小地主家庭 幼年的姓之柱在安稳平静当中度过 与保姆在河里面钓鱼 玩捉迷藏 但这样幸福安定的日子没有过多久 他便开始了自己波澜壮阔的一生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引发了日本工业发展的浪潮 而这个势头也带动了投机热异常高涨 特别是1983年在全国各地设立的大米期货交易所极为活跃 也许是对日益增长的势头产生了兴趣 父亲镇南也涉足了大米期货交易 然而由于他不熟悉其中的奥妙 在交易中挫败导致破产 松下一家陷入了贫困 被迫卖掉了祖传的土地和房屋 背井离乡搬到了和歌山市 这个时候的松下幸知住只有四岁 在和歌山市 父亲镇南用仅有的一点钱 通过了一个熟人开设了一家鞋店 但是因为没有商业才能 仅仅坚持了两年多就倒闭了 1902年的7月 镇南独自前往大阪 在新成立的大阪 芒龙雅人研究所就职 1905年10月23日 九岁的松下幸知住 收到了父亲寄来的家书 父亲希望他能够去大阪当学徒 于是当时还是小学四年级的他 就挫了学 含泪告别了母亲 独自登上了前往大阪的火车 接下来的五年时间里 幸知住在商人的家里面 度过了吸收知识最快的少年时代 巨大的环境变化 也曾经让他在孤独的夜晚 因为想念母亲而以泪洗面 但是他未曾放弃 从各个地方学习知识 从照看孩子到打扫卫生 再到打理商店 这些经历 让他年幼时就积累了一定的从商经验 也激发了他天生的商业头脑 此时 他已经会利用时间之变 为顾客买烟 来换取工资外的报酬了 1910年发生了一起改变了松下幸知住一生的事情 他工作途中看到了大阪新开通的油轨电车 大受震撼 他预感到运用电力的新时代即将到来 于是他就离开了工作多年的公司 成为了大阪电灯公司的一名线路学徒 这是幸知住迈向电力世界的第一步 而聪明勤奋的他很快就得到了晋升 入职仅仅三个月的时间 就被提拔到了公事负责人 并且被调往了新开设的高经营业所 之后的几年里 他参加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电灯公事 因为工作能力出众 他被公司视为质保 在家庭方面 幸知住20岁的时候就通过相亲成了家 成家后的他 感受到了身为人夫的责任 更加努力的工作 因为业务能力高于平均水平 他不仅获得了公司内部竞赛的各种奖项 升职加薪也快于常人 两年后 22岁的幸知住提升为了检察员 同一批竞升名单当中 他是最年轻的那一个 检察员的工作 是到各家各户 检查工人所做的布线公事 因为幸知住对于每个工人的工作 都是了如指掌的 所以他一看就知道是否合格 有的时候两到三个小时 便能够完成一天的工作 于是在工作上 有了空余时间的他 开始着手之前考虑了很久的 改进灯泡插座这一事情 因为当时的灯泡 换装起来很麻烦 且有一定的危险 所以他想要做一个 更加便利且安全的灯泡插座 他做了一个改进灯泡插座的样品 给上司看 但是没有想到上司说这个样品还不如原来的 幸知住感到不解 他相信自己的这个改良插座面诗的话 肯定会大受好评的 于是 本就想开创一番事业的他 在1917年6月15日 向公司提交了次程 开始了创业之路 辞职之后的松下幸知住 只有95日元的资金 换算成现在的价值大概为27万日元 也就是1.4万人民币 这笔钱别说是买机器了 就是做一个模具都不够 恰逢妻子弟弟 景直岁南小学毕业 幸知住便把他叫来帮忙 还有两位大阪电灯的同事 也加入了他的行列 这个时候 幸知住22岁 他的妻子21岁 妻子的弟弟 景直岁南14岁 他们在大阪东城区租的小房子里面 开始研发制作自己的改良插座 但是刚开始时 因为制作插座是企业机密 没有其他公司愿意交 他们只能够去参观炼制工厂 从周围地区捡一些被废弃的原材料 反复研究 终于在1917年的10月中旬 在幸知住辞职了4个月之后 自行研制的改良灯泡插座问世了 然而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插座的销售十分的不顺利 跑遍了整个大阪 也只卖出了大约100个插座 赚了不到10日元 因为资金匮乏 生计都成了问题 幸知住的两个前同事也辞了职 尽管如此 幸知住依然相信自己是能够成功的 也从未想过去做任何其他的工作 全神贯注于改进插座 此时 默默支持幸知住的正是他的妻子 他常常背着幸知住 把戒指和服 拿到当铺换钱来维持生计 也许是上天看到了他们的坚持不懈 在坚持了一个多月之后 穷途末路之时 他们迎来了意想不到的转机 有一天 幸知住意外地收到了来自于 川北电力的电风扇绝缘版的订单 因为当时川北电力所使用的 陶瓷制的电风扇绝缘版 很容易坏掉 他们就想让幸知住炼制新的绝缘版 来做试验 如果效果好的话 幸知住的绝缘版 将用于所有的电风扇 但是时间紧迫 需要在年底时完成1000个 幸知住和穗南两个人加班加点 边研制边制作 10天的时间就完成了订单 靠着这次订单 他们获得了80日币的利润 并且在新年年初 因为绝缘版的质量受到了肯定 获得了2000个的追加订单 这对于正处于困境的这一家人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喜悦 独立创业后的6个月 幸知住靠绝缘版 度过了在创业路上的第一个难关 也坚定了他继续在电器行业上挑战的决心 1918年的3月7日 幸知住在大阪大开丁 租了一个新的楼房 成立了松下电器具制作所 此时公司的成员 还是他们一家三口人 他们楼下的三个房间改造成了车间 并进了两台小型的压缩机 新的车间是原来的三倍大 有了一个小作坊的样子 在新的车间里面 除了绝缘版以外 他们最新制造出来的是附属插头 这个插头有创意 而且比市场价格会便宜30% 销量火爆 慢慢的 他们雇了员工 而幸知住呢 则把更多的时间用于研发 接着 他们又推出了新产品 双灯插座 也获得了市场好评 这让公司继续的扩大 有了20多名员工 此时幸知住 想出了公司的第一个商标 是自己的名字的首字母M和剑的组合 象征着如剑一般 充足任何障碍达到目标和愿望 随着销量的逐年增加 公司不断地扩大 幸知住在大开丁一丁木 租了一块100平的地 建造了一个新工厂 由于建筑公司十分地赞成幸知住的商业理念 同意了给其提供低价且分期付款等优惠条件 让工厂于1923年7月顺利地完工了 而另外一方面 幸知住的团队研发出来了炮弹型电池灯 这一革命性的产品 当时现有的电池灯经常会发生故障 而且电量也只能够维持三到四个小时 并不实用 幸知住花了六个月的时间 制造出来了炮弹型的电池灯 电量还能够维持长达30至40个小时 是传统电池灯的十倍之久 在当时公司储蓄并不雄厚的情况之下 这个赌上了公司命运的产品 得到了市场的好评 问世两三个月之后 每一个月都能够有2000个左右的销量 由于对炮弹型电池灯 进行了大胆的实物促销 大阪府下的销量良好 但是全国范围内的销量却远不胜理想 幸知住使用了代理商的模式 并且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招募代理商 奈良 鸣鼓舞等地 相继在此模式下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有的代理商甚至愿意出押金 来销售松下公司的产品 正在公司顺风顺水的时候 1923年9月1日中午时分 东京地区发生了大地震 这场地震摧毁了整个关东地区的销售网络 公司的大部分客户也受到了重大打击 由于业务中断 无法回收款项 东京地方的交易被迫暂停 1926年12月25日 随着日本大政天皇的去世 昭和时代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萧条 和关东大地震的余波当中开始了 对于松下电器而言 这是不平凡的一年 首先 松下电器踏入了电加热器的新领域 当时 电暖器与收音机一样 被认为是生活的新需求 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杏支柱一直想要制造一种 普通家庭能够容易购买 而且性能良好的电加热器 恰逢此时 有一个朋友想做一个新的生意 于是他们在1927年1月 共同投资成立了电热部 之后又任命中伟哲二郎 为技术负责人 开发研制质量过硬的廉价运斗 接下来的4月份 期待已久的自行车 手提兼用的方形登具 终于是成功问世了 杏支柱立即在上面 贴上了National的标志 并将其命名为National Land 意为是国民之灯 杏支柱向经销商免费提供了1万台 让他们出售 与此同时 在报纸上面 推出了国民之灯的广告 广告词是杏支柱 花了三天三夜的时间想出来的 这一连的战略十分的成功 到了第二年年底 销售量已经增长到了 每月3万台之多 而电热部门也不甘落后 在技术负责人 中伟哲二郎的精心研究之下 新型的电运斗温式了 当时 电运斗的价格非常的昂贵 缴好的一个电运斗的价格 在4到5日元 对于普通家庭来说 是一种奢侈品 每年的总需求量 也不到10万件 而经过松下公司 创新改良的电运斗 在大规模的生产之后 可降至3.2日元 新型电运斗 成为了热卖品 并且在之后的1930年 被商务部门制定为了 国家优良商品 虽然在1927年世界经济并不景气 但是松下公司逆势上行 靠着新产品稳步发展 到了1928年 销售额为每月10万日元 员工人数还增加到了300多人 公司惺惺向荣 因此 在1928年11月 幸之助开始建造一个 能够月产10万盏灯的灯厂 和新的公司总部 1929年的3月份 幸之助将公司改名为了 松下电器制作厂 接着 公司新的总部和工厂 于1929年的5月完工 松下继续稳步发展 然而 由纽约股票市场的 大规模崩溃 所引发的世界经济大萧条 也就是所谓的黑暗星期四 在10月24号爆发了 日本的经济也无法幸免 经济受到了重创 企业的倒闭和裁员 已经成为了日常 松下公司也神受打击 仓库里面堆满了库存 此时 幸之助正在养病 一位高级管理人员向他建议 裁减一半的员工 让公司走出目前的困境 而幸之助的想法 却恰逢相反 他下指示说 不但不能够让员工下岗 还要支付全额的工资 然后将产量减半 工厂只工作半天 其他的时间 集中所有的精力和人员 用于销售库存 担心被裁员的员工们 得到了幸之助这一指示之后 都欢呼了起来 并且变得空前的团结 他们统一战线 在幸之助的麾下 全力地进行销售 两个月之后 库存被销售一空 工厂又能够全面地投入生产了 1930年的8月 松下进军了收音机生产 他们和一家无线电制造商合作 成立了一个名为 国道电机的子公司 并且开始生产和销售收音机 然而却不断地发生故障和退货 这让幸之助十分地不满 隔年三月份 他索性将国道电机 置于松下公司的直接管理之下 并且再次指示 中卫哲二郎研究生产 不会发生故障的收音机 经过了三个月时间的艰苦工作 一个三球收音机完工了 这款收音机 在东京广播系统举办的收音机比赛当中 获得了一等奖 松下品牌之名 也在收音机行业当中打响了 此时的日本由于经济萧条 财源和倒闭 已经成为了世间常态 但是松下电器 以独特创新的产品和积极的开发能力 在逆风当中继续成长 在普通公司不扩招员工的时候 松下反而开始招收毕业生 并且在1931年的元旦 举行了一次元旦晚会 在1931年年底 松下已经成长为了一家 拥有四个生产部门 两百多种产品 共一千名员工的公司 1932年的一天 在一个商业伙伴的推荐之下 兴致住去拜访了一个宗教组织 尽管正处于经济衰退之中 在教会的剧牧场 信徒们捐赠的木材堆积如山 但是做义工的信徒们的脸上 还是充满了喜悦 兴致住对此感到十分的震惊 他在回家的电车里面感慨道 宗教通过带来精神上的稳定 而使人快乐 它是一项神圣的事业 有着崇高的使命 参与其中的人都是快乐的 积极的 认真的 努力的 这是多么出色的经营管理 由此启发他下定了决心 要以消除贫困 使人类走向繁荣和富裕 为使命来努力工作 于是1932年的5月5日 杏蜘蛛在大阪的中央电器俱乐部 召集了所有的电源 向员工们阐述了松下电器的真正使命 他提出 以25年为一个阶段 通过10个阶段 完成理想社会的目标 即250年计划 当杏蜘蛛完成了他的演讲时 员工们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情感 在随后的员工发表感言时 无论是资深店员 还是新入职者 都排着队 抢着要上台 杏蜘蛛见到了这一情景 听着员工们的发言 更加确信 他是对的 于是这一天 他认为真正的松下电器公司诞生了 在松下集团的历史上 这一天被称为了创业命之日 之后每年的5月5日 公司都会举行庄严的纪念仪式 自命之以来 在强烈的使命感下 松下公司更加的团结一致 公司的发展势头不可阻挡 幸知助和松下公司 将迎来创新改革 以及飞跃的几年 他开始意识到 企业在规模和社会责任方面 已经远超以前的水平了 也超出了一个人能管理到的范围的极限了 自己一个人 无法再关注到各个细节了 此外 即使他自己生病了 也要想办法 能够让松下公司继续的运营下去 公司需要一个新的结构 来适应新的阶段 必须培训更多的人才 并且把更多的业务交给他们 于是幸知助 开始构想新的组织结构 然后寻找一个合适的地点 来建立一个员工培训学校 和一个新的工厂 以增加生产 来应对日渐增长订单 1933年5月份 为了彻底的贯彻 自主责任经营 和培养经营人才 幸知助根据自己的构思 进行了一个大胆的尝试 开始实施事业补制 公司被分为了收音机 电灯干电池 配线器具 合成树纸 电热器 这三个事业部门 每一个部门 都是一个独立盈利的商业个体 拥有自己的工厂和分支机构 并且负责从研究开发 到生产销售 以及管理收入和支出 等一切事物 在现在看起来 是一个很平常的 公司的组织结构 但是在当时 并没有其他的公司 有尝试过 这对于企业而言 是一个突破性的革命 与此同时 幸知助在所有的业务单位 发起了成会和晚会 增加员工教育 和交流的机会 而新公司和培训中心的选址方面 正好在门征地区 有一块土地 幸知助决定 将新的总部和工厂 建立在这里 但是 门征地区 位于大阪的东北方向 在风水上 是最为忌讳的鬼门 业界对于幸知助 在这个地方 购买了7万平方米的土地 来建设工厂群 这一决定是很惊讶 指责是盲目经营 而面对指责 幸知助他并不信邪 毫不犹豫地就开始了工厂的建设 成功搬迁到了门征地区之后 松下电器 以此为根据地 逐步地成长为了世界的企业 而开发迟换的门征地区 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与此同时 由于干电池的需求量 随着国民之灯的增长 而急剧增加 为了进一步地提高干电池的产量 在往门征扩张的同时 幸知助在临近的首口三香地区 还建设了一个干电池专用的工厂 而1933年的7月份 松下公司还进入了马达行业 接着 1934年的4月份 松下培训中心正式开校 该培训中心 以小学毕业的员工为对象 采用了三年制教育 来达到就职中学五年制的 商业工业课程相同程度的学历水平 同时还加上了人格修养教育 要求学员在毕业的时候 就能够进行实际业务工作 1935年12月 更名为职员培训所 之后在1936年的5月 又增设了工人培训所 在1932年的4月 松下电器新设立了贸易部 用于出口 配线器具 电灯和干电池 当时在日本经营 电器器具的贸易商比较少 大多数的公司的贸易 都是依靠国外的贸易商来进行的 而松下性自助则认为 松下产品就要按照 松下自己的方针进行出口 因此就设立了出口部门 来开展贸易事业 在1935年的8月份 设立了松下电器贸易注视会社 当时在行业界还是很少有企业 能够直接拥有自己的贸易公司的 也正是这一举措 是松下电器 开始了全面的海外出口业务 销售遍布了整个东南亚 而这个时候 松下电器无论是在人才方面 还是事业方面 都有了坚实的基础 性自助也赶到了时机已经成熟了 便在1935年12月 将松下电器制作所改组为 诸事会社 正式成立 松下电器产业诸事会社 同时 在事业布置的基础之上 进一步的发展为子公司制 根据不同的事业部门 成立了9家子公司和4家兄弟公司 松下电器产业诸事会社 作为集团控股公司 在人事和财务方面 对子公司进行着管理 而各子公司在自主责任经营的体制之下 进行生产和销售 此时 松下集团已经拥有了 约3500名员工 产品种类达到了600多种 销售市场也扩展到了海外 之后在1936年的6月 幸支柱又把灯泡部门剥离了出来 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公司 Genational灯泡注释会社 来集中生产灯泡 然而 在松下集团欣欣向荣时 战争爆发了 松下幸支柱 是如何在战乱当中 带着企业存活发展的呢 我们下集再说